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怎麼做 我要面對什麼事情 不同的人都用相同的態度在對待這個事件的時候 那這個孩子才是真正學會了他可以長久帶著走的生活規範 可以重新思考 性格教育恐怕不是在一個班級裡頭 你有辦法 透過老師這樣單一的方式可以處理的 所以連結到剛剛講的例子之後 人文國民中小學 也不是光靠位 各位單獨扛起來 那回到這個脈絡 就提到人文國民中小學把視性教育 把輔導融入教學開始帶進去 目前成為可以說全國真正孩子有困難的 被認為是一個希望的學校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吸引力 真的可以解決孩子的問題 所以不斷地在現場碰到困難的孩子 蜂擁到我們學校 但是你也了解 我們學校基本上核心要照顧好每一個孩子 如果每一個孩子帶著負擔進來 又要照顧好他 那整個的負擔是超過的 可是又是公立學校 它是屬於宜蘭縣 投誠證的公立學校 又不能拒絕學生 所以這個困難不斷地在交錯底下 我們找出一個方法 我們設立了一個性格調育潛能開發中心 想辦法用視性教育的概念 讓每個孩子都有空間 所以帶給孩子很多原來不快樂的 變得快樂而學得有東西 但是他變得一大量的人要進來 因為有很多的孩子要進來 可是如果他有這麼多的狀況 我們必須要先做處理 所以呢 在一個基金會的一個運作底下 設立了這個機制 每一個到了人文參觀 好 家長一定要先經過參觀 我要把我的孩子帶到這個學校 我先到學校參觀 參觀完之後覺得 確確實實這個學校 是蠻理想的 我想要讓孩子進來 那都會先經過 我們有一系列的專業老師跟家長跟孩子誤談 誤談的判斷用兩個簡單的指標 孩子的問題 到底是因為學校所帶來的環境適應不良 就孩子是OK的 孩子沒有太多問題 那環境適應不良的話 那很快的 可以調整到人文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不是環境的問題 而是孩子跟家庭有狀況的話 那沒有辦法立刻安置在人文的時候 必須要在性格調育中心 先做處理 先做親子座談 先做一些服務 是希望說在 學校的環境裡頭 想辦法把可能 因為學校環境的一些安排 帶給孩子不愉快的 不良的或者情緒的反應降到最低 各位大概也知道 其實在您的課堂裡頭 或在您的學校裡頭 很多孩子基本上面本來是OK的 可能他喜歡求知 他可能 有一些這個要操作的需求 但是因為我們 也許是進度 也許是班級的編制 人數的一個限制 還有場地的限制 所以導致這些孩子本來 學習應該展現這些行為 都被侷限了 就孩子來講 他學習的風格 如果不符合學校的系統 他就帶來好多好多的問題 甚至演變成為性格上面 交錯的一些行為 影響到其他 包括影響到老師的情緒 整個人文課程的一個設計 包括後來我們的國中 以及高中啊 努力的 想辦法做那種所謂的 視性化 個別化的 他包括孩子主動的 包括 這個主題學習的 包括很多 自己閱讀的 這整個的模式建立 在這情況底下 大概可以先做一個 就是說 一個初步的營造 會降低很多行為問題的困擾 那我剛剛 就是提到 因為學校這樣的機制 幫助了很多 在一般學校適應不良的 可能學習 比較特別需求的孩子 有他的一個出路 所以變成要進來的 需求就很大 那需求很大 我剛剛也說過了 如果整個都接下來 人文是負擔是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有希望能夠 更多的 每一個孩子都被照顧到 那你今天有一些狀況 情緒要處理 所以就變成加重負擔 那所以成立了 性格調育中心 那性格調育中心 我已經剛說過了 這個所有 從 外校要進來學校的 這些小朋友 經過 家長參觀 認定他有意願 有意願之後 會先來 誤談 誤談的時候 大概就會敘述 說這個孩子到底有哪些困難 所以我們就在 性格調育中心 有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的 老師的編制 就是 15個孩子 有三位 左右 兩位到三位 老師就像一般的資源教師 一樣 那這邊呢 因為老師跟學生的編制 就等於是比較少 學生比較好動的 提供很多的空間 讓他在這邊排毒 把那個所謂的那種 衝撞的那種 那種特質 那種比較 比較甚至會有衝突的 老師有時間可以讓他們慢慢的面對合理自然的結果 所以很自然的 就透過這樣一個過程 逐漸逐漸的把那個 向外 發洩的 這東西的 這個 這情緒慢慢的 這個消除掉 同時開始引導他 他喜歡 車子 喜歡這個 兔子 喜歡這個 做美勞 畫圖 慢慢的把他那個專長的部分 也放進來 所以逐漸逐漸的發現 就是那個 過去 媽媽幾乎沒有辦法了 一彈就會生氣了 媽媽也安心了 同時因為環境給這個孩子有這麼多的 這個空蕩放蕩的這個機會 逐漸的孩子的溝通 理性的應對 以及他開始專注到自己的興趣了 也就出現了 所以大概整整大概 一年半的時間 就幫助這個孩子走到常規 那會提這個例子 會講這個事件啊 並不代表說我們 要求 或者希望說 每一位老師都這麼做 因為他不是一個老師可以做的 它是一個 學校的 制度 我常常相信的是 剛說過了 老師的影響力 你要讓自己很清楚 你大概有多少能量 千萬不要過高的期望 可是當時你可以促成 一些制度 這個制度就是幫助 你可以 更進一步接近你的理想 我自己相信 兒童的性格調育 有他一套的 這個理論 跟實務的 有他的策略 我也期望 未來大概在這一兩年當中 能夠開發出 完整的課程 那命名叫做 性格調育師的培育 你說經過這個課程的培育啊 那這樣的老師 他如果有證照的話 也許他有相當程度的 可以去處理孩子的課題關係 他的這個 親子的互動 或者是學習的適應 結合 遊戲情緒的治療 能夠在整個 我們的現場啊 可以加入這個服務的隊伍 這整個呢 是有他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規劃 那利用這個機會啊 就說各位在 整個生命教育的研習當中啊 我們希望說 就老師的角色 能夠對孩子的這個生命 教育或者是整個 輔導的歷程啊 有一些概念啊 我們分享 分享這樣的一個願景 或者分享這樣的做法 其實回過頭來 會鼓勵各位去想這當中的脈絡 當老師可以 不斷地去調育自己 越能夠覺察自己的時候 我們回過頭來 面對我們的學生 我們比較清楚 我們在哪裡 當我們清楚我們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不會過度的期望 不會對孩子過度的要求 或者不當的要求 那同時 孩子的行為 模式反映出來的 我們大概也可以覺察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一直在想 怎麼樣子 透過一些 制度的改變 或者透過 老師的真能 我們也確實看到 有不少老師 在現有的制度底下 雖然有一些困 可是因為 某種程度 國民中小學的課程 有他開放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 所以老師嘗試著在他的範圍底下 把課程加以豐富 活潑 多元 想辦法吸引更多學生的專注 讓學生的學習 有快樂 有成就 我相信 當你有辦法讓學生的學習是快樂的 是有成就的 這個時候 很明顯的 你在 個人的成就 個人的這個 雙人感 也會增加 但是關鍵就在於說 到底 孩子 是不是只是 需要每天像這樣子 好像是放縱 遊玩而已 他有沒有 需要沉靜的時候 就像有人會說 人文國小是不是 孩子 一天到晚都在玩 基本上不是的 有相當多的課程 在這個帶領的過程當中 這個孩子要靜下來 做反思的 甚至於閱讀的 甚至於做對話 以及要完成具體的作品的展覽 包括他書面的成果 或者是 實際上操作的演出 這一些 都是讓孩子把快樂的學習 轉換成為具體的成就的這個脈絡 如果這個部分可以完成的話 你就說孩子基本上面 他的那個成就感 那個存在的意義 被肯定的話 相對他的行為就會減少 所以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教 訓 輔 真的是要三合一 教學的現場如果沒有發揮功能 教學不能夠滿足孩子的需求 就有訓導上面的一個狀況 訓導的問題如果過度的這個強制只是做 外在的一個規範的話 那麼輔導一個東西 就必須要加以配合起來 三者如果不能配合的話 各分開來做的話 很顯然對孩子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今天我有機會跟各位分享 我現在分享的部分是 其實如果你在你的空間裡頭 你做一點修正 你了解這個原理 背後的一些道理的話 你很自在的跟孩子互動 自然合理的結果 了解自己的遺情反遺情 看看學生 其實你有些脈絡可以找到 跟學生比較真實的互動 你對他的影響可能會產生 我想希望這一節對他有幫助 謝謝各位 感謝我們楊老師的分享